Hello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講解一下 這個螢幕的一個清潔 那我過去在維修電腦的經驗 我有時候到這個客戶家裡 幫客戶修電腦 那我發覺這個人家 這個裝潢很高級 然後穿明激進 可是為什麼他的螢幕那麼髒 那經過我仔細的了解以後 才發現原來很多人 不知道螢幕也是需要清潔 事實上他們都認為螢幕不可以去碰它 事實上這是錯誤的 因為這個螢幕沒有那麼嚴重 它是一個玻璃 然後上面有一層塑膠貼紙貼在上面 這塑膠是防水的 所以你去清洗它是無所謂的 只不過是要小心不要刮傷 那螢幕就算我們都不弄髒它 它也會因為靜電的關係 有很多灰塵會卡在上頭 有很多灰塵會卡在上頭 那甚至我們平常有時候講話 或是打噴嚏 有時候喝飲料 見到都是會的 那我想這個飲料啊 口水啊噴嚏啊這些 其實簡單的用一個濕抹布 這樣簡單擦一擦就好了 事實上就是不需要太用力的 因為這個液晶面板 你只要不再單點用力壓它 就不會有事 輕輕的這樣擦一擦是OK的 當然有時候你這樣擦擦不了 因為像這種水溶性的東西 用清水這種抹布濕抹布擦是OK的 可是萬一 萬一你有手去碰到 它有油汙 因為指紋 我們手會昏泌這個油脂 你摸到它的時候 就會有油脂在上面 你就擦不了 那這時候呢 你也可以用這種沙拉托 沾一點沙拉托 然後 然後跟它做一個 做一個擦拭 這樣你就可以把油汙 把油汙擦掉 但是切記就是說 你不要用用那種 那種清潔機 是含有那個 磨砂的成分的 那種有一些有研磨成分的那種 就有可能會傷到這個 這個塑膠膜 這個是偏光膜 那你就是用這個 比較溫和的 像我們沙拉托這種清潔劑就OK的 那記得擦好以後再把它擦乾就OK的 那如果說 它的腳座的話 就大家都比較放心 腳座因為它不是玻璃 所以大家都要擦 隨便跟它擦是OK的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LED 液晶螢幕的清潔示範 希望你還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要訂閱 那也請讓它分享給你的朋友 謝謝各位觀賞 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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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他們請講 謝謝 張摩討